这个我敢和玉皇大帝担保啊 就是财男的朋友一定会喜欢 一定会喜欢 老香了这个肉 铃蛙呢又称是东北铃蛙 又称是雪蛤 我哥 你说我们家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哎呦 那蛤蟆让你都拎的呀 我小的时候吧 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 哎呀太残忍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小可爱不要看 悠悠来喽 还有爸爸和妈妈 哎我们这边到了吃蛤蟆的季节了 哎这个蛤蟆多少钱一斤啊 25一斤 为啥那个那么贵啊 那个母的 这是公的 母的和公的差价这么多 让我妈等会买点呗 这好多年没吃了哎呀 但是觉得有点残忍 可是就也是有点残 然后你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要点这个就行了 这个 嗯 一斤就够了 一二斤呢哎呀这些就够了 哎呀哎呀 这三块五 但是三块五呢 哎呀嘛这孩子胆真大 哎呀嘛 我们现在给他放到盆里了 扎了一些洞洞 让他别憋死 都进袋里了吗 你看你看 这还得我姥姥出马呀 这我们弄哎呀 哎呀 你看就是见过世面的老人家 哈哈哈哈 哎呀妈呀满地抓蛤蟆呢 我姥姥哎呀 我姥姥哎呀 这姥姥八十几岁 这伸手太矫健了 这一手就给他 行拿住了呀 哎呦 那蛤蟆让你都拎的呀 他也不敢跳啊 哎呦 你是我们家主持人的主名 你给他取名了吗 我要给他提 叫啥 小可爱 这小可爱啊 你就是要可爱咯 但他是男生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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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歪哥 我们现在来做那个 我们东北的蛤蟆啊 哎呦 哎呦 怎么 他不会爬上来吗 哎呦 里面的 还有还有 哎呦 还有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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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来看看这锅里的青蛙 我也开青蛙 现在能开盖吗 开青蛙 嗯 好像是有一个漏掉的了 哎呦 没有呢 没有 那是锅里在叫吗 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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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个幸存者了 那我不要他 他爪子不捡你试试吗 不要 不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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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活的青蛙如果说进来的话就是一个青蛙抱一个土豆 但我们家先把这个青蛙煮熟了就抱不了了 你不想吃 抱起来你是越不想吃 哎呦 这腿好直哦 大肠腿 他腿上的肉都是鸡肉 一个个都是运动员呢 很厉害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蛤蟆呢 它其实叫凌蛙 凌蛙呢又称是东北凌蛙 又称是雪蛤 一起到雪蛤这两个字大家是不是 哦 好嘎 原来是雪蛤 雪蛤号称是女性的这个补养圣品啊 比如说那种特别昂贵的下午茶 什么雪蛤 炖牛奶呀 那雪蛤其实就是这个 鳞蛙肚子里面的油提炼出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的父亲他是 就是自己上山去抓 那时候鳞蛙可大了 那个年代东北鳞蛙特别多盛产 而且都是母的 母的它肉多 肚子里面油多 子也多 吃起来倍儿香 但是呢 母的现在我们东北就贵了 这知道这东西好了 母的要一百多块钱一心呢 一百一哈 可贵 他近几年国家就提倡这种野生鳞蛙 是保护动物了啊 不能抓野生鳞蛙了 就数量一点减少了 咱们得维持那个生态平衡是吧 养殖的鳞蛙就是可以买卖的啊 这个鳞蛙呢 它冬天是冬眠的 冬眠是长达五个月之久 你里面还加啥呀 就加点酱油 葱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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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辣椒 哎呀 味可香了呢 出来了 怎么给你们形容呢 就是贼辣香 嗷嗷香 找了一只最好看的铃娃啊 幸免 当成悠悠的小伙伴了 这也是悠悠人生当中养的第一个小宠物啊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可爱现在怎么样了啊 妈妈还是懒不我 呀哎呀 你说不煮你 对不吃你啊 你别害怕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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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拍吧 我是吴迪的吴迪的小可爱 我们和拍一张啊 这是悠悠的第一个好朋友 青蛙先生笑了一个 他已经在笑了 你看他的嘴巴 一二二笑 像他一样笑 一二三 哎呀这颜色 真好吃 太有食欲了哎 那骨头都炖烂了 我们东北这边早是还有专门卖那个铃娃腿的 可能肚子就是特别的去提炼雪哈 然后 因为他提炼出来雪哈 他比这个价钱卖的还要再高 我小的时候吧 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 然后我爸爸也是特别乐中于捉这个嘛 但是我们家小 就是之前也在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嘛 我们家不只是厕所里边腌酸菜 咱们家是不是厕所里边腌酸菜 是吧 没夸张吧 你看 拉屎尿尿都在里面 但是酸菜也在里面腌着 而且呢我们家厕所里面也养鳞蛙 比如说今天只捉出来了五只 就是哎是不是再凑个十只二十只的一起给他炖了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拉爸爸的时候就无聊 去看那个我们厕所 大桶里的鳞蛙就往上跳嘛 就跟他们玩嘛 东北的风肝肠 今天也是介绍给大家 里面有面粉吗 没有没有 就纯肉的 就东北的香肠有很多种啊 不只是都是面粉的那种 这也是跟大家洗白了一下啊 但是我们东北的香肠的确很多啊 就是大家熟知的我们哈尔滨红肠 那那红肠里面它也是有面粉的 就是肉的含量多一点 今天给大家看那个香肠呢 就是纯肉了啊 而且我们东北人都是自家做这个风肝肠的 但是自己去菜市场买那种上好的肉 你想吃肥一点的 肥的就多一点 那你要想吃瘦一点的瘦肉就多一点 把这个肉啊 腌上那个特质的香料 但是香料里面最独特独特的一种就是 白酒 我现在闻它的白酒味就是特别的浓郁 你吃到嘴里面也是吃了一口的酒味 在买制作风肝肠香料的时候啊 就可以买到这个肠衣 就是肠外面那层膜 这个膜呢 买回来之后呢 哎 就可以加工了 就用那种什么 不管你怎么往里塞吧 反正你就是把肉塞到这个肠衣 里面 塞饱满了之后呢 再把它弄成一条一条的啊 就放在那个阳台上去晒 晒个三天 把那个水分晒完了之后 再去蒸 蒸完了之后呢 再晒 晒到那种特别特别干 特别特别风干的那个样子 就可以吃了 但是生肉的时候晒三天 不会酸臭吗 不会啊 那个脂肪 有姜 有姜 哦 哦 因为放了大量的我们东北的白酒 就 味道 味道真的酒味老浓了 这就是纯肉的东北风干肠了啊 就我从小到大吧 我妈有个习惯 做完饭就及时的去擦这个厨房 一定要等她把这个厨房全部都擦干净之后 这饭才能开 然后吧 我妈还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做饭的时候边做边擦 所以呢 她这几十年来啊 就是 手上大大小小的烫伤啊 但我妈就不行 看不得这个瓷砖脏啊 你看我们家瓷砖就 反光的看到没有 这就是多年以来的习惯改不掉 而且呢就是我小的时候不能碰我们家的这个门呢 框架呀 墙啊 手都不能摸的啊 不允许 这些东西不是你摸的 是用来看的 那我现在我摸 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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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我怎么带 我就摸一下 我也摸到手 你看 你看 开饭了 我们东北本地的大米啊 看油光增亮的 小可爱吃饭了小可爱 来 来小可爱 哎呀太残忍了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小可爱不要看 铃娃大雁 这肉炖的 这都是骨头 拖着 很嫩的 东北大烧鸡 家人在清典一共几盘菜 东北人做菜一定要双树 东北菜花 松花瓣拌豆腐 那是什么咸菜吧 酸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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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们自己家这个做的 东北风干肠 还有就是 你悠然的好朋友 小可爱 你看它是从这个 后背脊椎骨这直接就过来 你看这就一个完整的腿 你姑娘就姓人 老香了这个肉 它的肉很嫩 然后吃到里面 嘴巴里面就立刻就脱骨 而且它又有一些那个 土豆的粉粉的 这个口感嘛 超级好吃 那土豆炖的也是特别的 糯 嗯 嗯 虾又然你厉害了啊 来吧 我这边还有蛤蟆腿 哎 妈妈 壮瘦的身材 妈妈 你看着妈妈 八块鸡肉的猛男就是这样的 妈妈你看着 妈妈走 那这个肠子也蛮好掏出来的呀 哎 它旁边那个是胃吗 干 五丧六腑就都在这了 什么你不去 嗯 琳瓦的肠子就这么长 哎 这么长 嗯 我们东北人其实也喜欢吃烧鸡 而肉感呢 它就是那种 熟透的 没有汁水的 大家懂吗 它里面是很干的肉 那种烧鸡 我们东北的这种烧鸡 然后它的味道就是很咸 它是九龙爪鸡 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应该不太会喜欢这样的烧鸡 它这个风干肠要加很多的酒吧 嗯 它这个风干肠吃起来肉是甜甜的 我怎么吃出来一种台南的味道 哈哈哈 我觉得南部的朋友应该很爱 这个肠一定在南部会大火 它肥瘦相间 很香 超级香 这个我敢和 绿黄大帝担保啊 这台南的朋友一定会喜欢 一定会喜欢的 我妈今天做的这个松花蛋半豆腐挺碎的 你用手抓的吗 是吗 真的 你戴手套了吗 对 洗手了吗 我妈一定不会戴手套的 因为我们家没有手套 好吧 那今天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就差不多了啊 就是给大家在线做个林蛙齿啊 其实这在我们东北也算是家常的菜了 特别是入冬了嘛 卖的人多了 买的人就买 它也是属于是季节性的这种菜品啊 就跟那个残涌差不多 南方人觉得我吃这个残涌啥的就觉得特别的可怕 但是在我们东北就是随处就想买想吃想吃就来一道 就是类似哈很普通的一道菜啊 大家不要 不要跟没见过见识一样啊 还有朋友呢在下面有过类似留言就是是不是东北人就是 太穷了啊 就没什么菜吃 就能吃的东西太少了就开始找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还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东北也算是特别昂贵的食材了啊 你看那残涌都卖四五十块钱一斤的 就 琳蛙这我今天买公的便宜 男的不值钱女的才贵 女的一百多一斤呢 煮一锅也得二斤吧是吧 这二斤就得二百多块钱啊 你这二百多块钱一千多台币一道菜 这也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得起的好吧 这都是家里来的重要的客人呢 重要的节日啊 爱奢侈一碗呢 不是说没有东西吃啊 多点见识 没有读万卷书 就要行万里路好吗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东北啊 就是旅旅游 早上见识啥的啊 我们悠悠说就是 她的小伙伴小可爱们都上天堂了 那我们再次跟她表示一下对不起 好吧 来 一举功 你不能笑 多严肃一些事 二举功 莫爱哦 三举功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跟她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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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得吓死我了 让她放在里面 对 不要了 我妈妈动作像一个娇羞的少女 你吓死我了 爸爸你干嘛 我的孩子她都吓到我 姐姐抱抱 姐姐给你洗澡 好 洗吧 肚肚 肚肚 肚肚肚 你讲讲 好了 好了 洗好了 洗好了 娃大哥究竟还会遭遇什么 让我们继续干下去 好吧 那个 该订阅的订阅 该分享的分享 该留言留言 该点赞的点赞 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我是妖妈 我是妖妖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对 还有电话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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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